在大溪的這一棟老屋呢 它是文青們揮灑創意的空間 也是料理好手們 藝人開店夢想的美食天堂 在迪化街的氣派洋樓裡面 用美學的角度 推銷小農們栽種的藝術品 日治時代建造的第一座糧倉 它現在專門匯集全省各地的無獨好物 成為真實的最佳代言人